大关电厂内七部发电机组 每小时发电250万千瓦 接近满载 台电人员透露 在这里工作了38年 都是白天发电 这还是头一次 在夜间持续水利发电 可见缺电情况相当紧急 依据系统的需求 那我们就配合它 马上停止或是马上启动 因为我们这个机组的特性 就是在调节的速度非常的快 全台大停电 大关电厂紧急抽取 600万吨日月潭湖水发电 相当于3400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日月潭水位也从748公尺满水位 下降到745公尺 游艇业者也把船只驶离湖边 避免撞击 船长表示之前严重缺水时 水位还下降过5公尺 这次下降三公尺影响并不大 抽取的湖水已经回送到日月潭 著名的九蛙景点 目前露出6只青蛙 水位也回到747公尺 有办法做生意吗 没有办法做 那你就损失惨重啊 人家都可以放 15号晚间全台跳电 日月潭风景区陷入一片去黑 游客受困电梯 停车场计费电脑也停摆 不少商家摸黑工作 他们都希望跳电的噩梦别再重演 记得洪坚明南投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赢问